这起案件在国内非常有名,一对结婚仅仅半年的夫妻在家中离奇消失,夫妻二人曾为了活命,对歹徒委屈求全,凶手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,年轻貌美的女主人被常害,死前身心还遭受长达八个小时的暴力摧残,而她的丈夫早已被歹徒控制,毫无还手之力,与死亡相比,我想更可怕的就是折磨与绝。 那么夫妻二人为什么被杀害?是仇杀还是情杀?歹徒为什么要折磨这对夫妻长达八个小时?尸体又为何出现在山洞之中?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件,消失的夫妻。喜欢听奇闻故事的朋友记得长按点赞关注。 2012年10月24日,山东费县的一个普通农家正在办喜宴,新郎是26岁的年轻小伙子李刚,新娘是24岁的年轻姑娘李红。 二人在自家干净的龙家小院里举行了温馨的婚礼。由于当时费县的宅地地紧张,李刚就将婚房建在村外比较偏僻的城乡交界处。 周围还是有零散的几户人家,但是在这里住的只有李刚夫妻一家。二人婚后感情非常和谐,村里人都评价这夫妻俩为人和尚,也很孝顺父母。 他们婚后便在县城边上经营着夜间小吃汤的生意。后来家中出现盗窃的事情,李刚便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,还养了一只狗来看家护院。 2013年5月14日,当天生意不怎么好,夫妻二人便早早收汤,一起回到家中。 中途还打电话和父母说,明早会去父母家吃早饭。 2013年5月15日清晨,李刚的母亲王大妈一早便起来忙活,今天早上儿子儿媳要回来和父母一起吃早饭。 这一等便到了早上的十点钟,王大妈心里放嘀咕,儿子儿媳向来很守时,难道是有什么事情给耽误了? 于是便拨打了他们的手机,结果全部是关机状态。 这不免让王大妈感到奇怪,便到儿子的心房去看看,发现大门和屋门都是虚眼着。 进屋后,王大妈喊了半天儿子儿媳的名字,都没有人回应。 寻找一方无果后,王大妈惊恐地看到,原本看家护院的小狗浑身是血地躺在角落里,一股不安涌上心头。 王大妈立刻报了警,十多分钟后,警方和技术人员火速到达了现场,除了看到被石头砸死的狗以外, 最先引起警方注意的是,院子外的两个监控摄像头,这个监控摄像头是为了防止家中再次被盗窃而安装的, 可以监控大门乃至院子里的每个角落。 仔细查看后,发现这两个监控的线都被剪断了,技术人员进屋查找电脑储存监控的内容, 结果却发现电脑的主机丢失了,于是警方初步排除夫妻吵架离家出走的可能。 同时也排除了被绑架的可能,毕竟王大妈并没有收到绑匪勒索的电话。 夫妻二人为何凭空消失,他们到底去了哪里? 此时警方对院子进行了全面的搜查取证。 在院子角落的围墙上,发现浅浅的灯榻攀爬的痕迹, 还在房间的房道窗上看到一个方形的切口,这个切口足够一个成年人进入。 警方此时感到夫妻俩凶多吉少,他们猜测这很可能是一宗刑事案件。 警方这时候开始制定方案。 一部分侦察人员封锁现场,并对其彻底勘察取证。 另一部分的民警,对小两口家附近的树林、河流和过往的居民进行摸牌, 希望能找到关于小两口的蛛丝马迹。 这边侦察人员察觉到家中地面很干净,床铺得很整齐, 但还有很多掩盖不了的证据。 沙发下折断的拖把和棍子, 客厅桌上还有半锅的红烧肉和四个圣菜, 大量的啤酒瓶, 家里的衣柜抽屉都有被翻动的痕迹。 在行针灯的照射下, 警方还发现了一些漏眼看不见的微量血迹, 这些血迹明显是被清理过而残留下的。 同时,在衣柜里还发现了烟蒂、饮料瓶和一个被当作烟灰缸的西瓜皮, 整齐的床上只有一个被子和枕头, 枕头和床垫上还发现大量的血迹, 而床单却不翼而飞。 而在另一间卧室, 警方还发现新娘的贴身衣物散在地上。 王大妈告诉警方, 儿子儿媳都不抽烟, 饮食方面清淡为主, 儿子吃树, 儿媳不吃肥肉, 难道桌上一锅红烧肉是招待客人的吗? 如果是来客人, 也不可能用锅盛菜上桌的。 警方推断, 来的不是客人, 或许是这些神秘人让小夫妻失踪的。 此时在外排查的民警, 在新房附近的温凉河里有了新的线索, 他们在河里打捞上来三个塑料袋, 以及案发现场丢失的电脑主机。 一个塑料袋中是夫妻俩的银行卡, 存折, 结婚证等重要物品, 另一个塑料袋中都是一些吃剩的食物, 烟蒂, 以及饮料瓶之类的垃圾。 最后一个塑料袋中装着一条沾血的牛仔裤。 经检测, 这条牛仔裤是属于新郎李刚的。 在这条裤子的口袋里, 有着本案最重要的证据, 一张低保卡。 警方一方面调查银行卡的信息, 一方面加大附近区域的搜索。 侦察员在离小两口家附近的200米左右的羊水帐, 发现了疑似低落的血迹。 根据血迹向南的方向, 警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。 警方靠近洞口时, 发现许多低落的血迹。 随后, 警方进入山洞进行搜查, 在玉米杆下发现了受害夫妻的尸体。 小夫妻的离奇死亡, 震惊了整个村庄。 警方开始大量摸牌, 有个村民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。 他说在案发当天下午三四点, 看到四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, 在羊水帐附近徘徊了很久。 仅凭村民的描述, 警方也很难锁定嫌疑人。 这边两张银行卡的信息有了结果, 银行卡属于被害人李刚的, 并且钱已经全部取出。 5月14日晚上9点33分, 警方从银行监控看到一个穿着被害人衣服的男人, 分六次取走卡里一万一千元。 但可惜的是, 街边摄像头并没有拍摄到嫌疑人的踪迹, 线索就此中断。 而另一张银行卡是一张滴宝卡, 很显然这张卡不属于李刚夫妻的, 持卡人名叫傅大新, 已经70岁了。 家住山东新泰市问兰镇, 离费县有一百多公里, 而且傅大新常年卧病在床, 还需要人照顾, 警方便排除了他的嫌疑。 但是迪宝卡为何会出现在这里? 这绝非偶然, 很快警方查到傅大新有个儿子叫傅刚, 因为长得高又很赚, 接近二百斤, 外号叛子。 今年25岁, 吴叶是个游手好闲的啃老族, 父亲的迪宝卡一直在他那里, 随着警方深入调查, 还发现傅刚宇26岁的张学军, 22岁的王吉寅, 17岁的赵峰, 这三名社会人员混在一起, 四人的外貌身形和村民描述的相吻合, 这四人无一例外都有犯罪前科, 根据监控对比, 取款人就是17岁的赵峰, 警方在各个路口车站都进行布控, 经过48小时的守株待兔, 2013年5月17日, 在一辆长途汽车上将四名嫌疑人逮捕, 四人对犯罪事实公认不讳, 并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。 2013年5月13日, 傅刚张学军在一家碗吧商量去哪里弄点钱花, 经过商量, 他们决定去附近柴点实施盗窃, 原来李刚夫妇之前家中被盗就是张学军一伙人干的, 并且在偷盗过程中, 张学军看到婚纱照中的新娘很漂亮, 所以这一次不仅要再去李刚家盗窃, 还要对新娘图谋不轨, 傅刚也是一口答应, 并叫上王吉银和赵峰合伙作案。 为了对付男主人, 他们还准备了匕首和一副手铐, 2013年5月14号下午, 四人搭乘电动商轮车到新房附近试机埋伏, 他们在洋水帐待了一下午, 晚上6点多, 天渐渐暗下来, 小两口也早已出去摆摊, 四人翻墙进入院子, 傅刚发现了摄像头, 就上去把监控线剪断, 前阵子的防盗窗还没来得及维修, 这伙人顺利地进入到了屋内, 将电脑主机收起来, 随后将屋子收刮一遍, 把值钱的东西放在茶几上。 晚上7点多, 夫妻俩回来了, 妻子李红推开卧室门的一刹啦, 瞬间呆住了, 四个陌生人手拿凶器, 李红很快被控制住了, 随后丈夫被另外伤人控制住, 王学军说, 男主人试图反抗, 可是寡不敌众, 傅刚和王吉营两人拿着刀威胁, 最后拿手铐制服男主人, 并且拿到银行卡, 他们逼迫男主人说出银行卡密码, 女主人则被关在了小卧室, 男主人被关在了隔壁间的卧室, 这时, 院子里看门的狗对着房屋一直叫唤不停, 傅刚抡起石头, 对着狗三两下给解决了, 九点多, 王吉营和赵芬成功地取到了钱, 为了庆祝拿到了钱, 还买了香烟饮料等, 看样子得到钱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, 这四人甚至要男主人做饭给他们吃, 男主人说做饭可以, 不要伤害我们, 傅刚说可以的, 我们会走的, 男主人只想保护好妻子和自己的性命, 殊不知这些人的每一句都是谎言, 凌晨一点, 酒足饭饱后的张学军等人轮流来到小卧室, 在这里, 女主人招受了长达八个小时的零卢, 而丈夫听到妻子的呼救却什么也做不了, 在这期间, 他们还殴打了男主人, 遍地都是血, 小两口这般委屈求全, 到最后还是被灭口, 法医对女主人的尸体进行鉴定时, 他们发现女主人满身都是数不清的爪痕齿痕, 更有触目惊心的伤情, 之后他们将夫妻俩的尸体用被灯裹好, 遗弃在附近的伤洞里, 并特意找到玉米港掩盖尸体, 抛尸沿途的路上难免有滴滴答答的血迹, 他们就用黄土覆盖, 另外两人回房间清理现场拖地等, 自于四人谁先提议杀人灭口的, 有的人说是王学军, 也有人说是王吉盈, 但不管怎样, 结果就是夫妻二人双双与命, 傅刚甚至用烟头烫女主人, 来确定是否装死, 傅刚后来看上了狼主人的牛仔裤, 便穿上去, 顺手将低保卡装进兜里, 而后发现裤子上有血迹, 他又穿回自己的裤子, 并忘记了将低保卡拿出来, 这也让警方迅速地破了案, 其中张学军, 王吉盈, 傅刚三人被林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, 赵峰因魏成连判处无期徒刑, 用村民的话来说, 这些畜生应该千刀万剥, 枪毙是便宜的他们, 自此, 515费献大案成功告破, 先来说说团伙里的老大, 26岁的王学军, 因盗窃做过五年牢, 他是这个团伙里最恐怖的一个, 他在整个犯罪行动中, 表现出很强的掌控力和指挥力, 面对警方的盘问, 他总能把责任归咎在其他三人身上, 来降低自己的罪责, 一开始进屋的时候, 是他指挥傅刚抱走电脑主机, 欺凌女主人的时候, 他借口离开, 要去取钱的时候, 他那王吉营赵峰去取, 赵峰取到的钱全部是交给王学军的, 但他觉得狗很吵时, 也是他叫傅刚去解决的, 甚至做饭, 也是他指挥男主人去做的, 再说说军师王吉营, 这里面很多小点子, 都是他出的, 比如戴手铐, 男主人的手脚是他提出来板的, 包括去取钱时, 他那照分去取, 他在外面把分, 说明王吉营属于狡诈阴险型, 而傅刚则是最扭曲的恶人, 王学军说, 欺凌女主最凶长的就是傅刚, 他包揽了案件中所有的暴力行为, 他不仅游手好闲, 还极其不孝顺, 连父亲仅有的50元低宝都霸占去, 侵害他人的权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, 最后说一说犯罪团伙中唯一的未成年赵峰, 这起案件的起因就是赵峰想买部手机, 同时为后面的盗窃, 残害、抛尸等一系列罪行铺上道路, 其实, 这四轮都有一个共同点, 都是出生在不健全的家庭, 缺乏正确的教育和良好的三观, 终享不劳而获, 最终让他们走上生命的终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